大家地上超大灘積水 不說你以為下雨了 看看這地點不對啊 這是百貨公司的地下停車場 水的源頭來自天花板管線 車道望過去一片汪洋 車輛開過還會漸起雪花 車主一家三口特別繞道 不想踩水坑也怕小孩滑倒 現在沒下雨嘛 不曉得是什麼水 那它就在滴水 那水還蠻大的地 洗衣機悶久了 就是剛洗完衣服 你敢關起來 很久打開的那個臭聞 希望他們能改善一下 從那邊下來那邊是有漏水 剛才從B1下來 B1有漏水來的 B1瘋狂滲水 還能解釋說是一時報管 不過我們實際來到B2 整面牆成年臂癌 整攤生鏽廢水 甚至空氣中還瀰漫次比臭聞 B2的情況比B1糟糕 從停車數量就能看出 大家不願意停B2 B2的車格被紅海覆蓋 車主都快吐了 流出來的汙水究竟從哪來 停車場都很濕 然後就是黑黑的 有點類似油耗味的感覺 蠻離譜的 就明明是新的商城 然後還發生這種事 新北淡水唯一間已成百貨 經營快五年 佔地八千坪 貴位招商卻沒有招滿 現在又被車主指控 兩層停車場都漏水 觀感差 如果害衰 事情就大條啊 但百貨反駁 非管線漏水 是三四個月定期清洗 通風口及各種管線 把汙水排出來 一週內就會恢復 包括嚴城小河景象 不免有損百貨形象 今天新聞的陳志豐 水芒採訪報導